黄博出道20年,有着60亿影帝之称的头衔,加上自身的高情商,在游乐圈风的风吹水起。 金湛的演技给观众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,演什么像什么,其貌不扬,甚至有些喜相欠佳的他,靠实力在游乐圈里足,草根出身且颜值不高,所以经常有人拿他的造型调侃。 面对这些开示,黄博或自嘲或反怼,也给观众带来了很多乐趣。 在2012年的亚洲偶像盛典上,当时为了营造娱乐效果, 曾志伟在台上直接拿黄博来开刷,当着台下众多艺人的面嘲笑黄博说,原来我真的不能够在荧幕上唱歌,只能当个主持人就算了。 原来在荧幕里面,一张丑脸在唱歌是很难过的,刚刚你启发了我。 这句话任谁都能够听出来,这是在讽刺黄博长的丑。 这种情况要是问到了别的艺人,也很难说不生气吧,但是黄博不一样,他听完之后笑着反驳, 对对对,其实也是,我们是互相鼓励,我小的时候也没有想过来干这一行,后来一想,曾志伟都可以拿影帝,我凭什么不可以啊。 所以说偶像对于我们的影响是巨大的,从小喜欢郑少秋的,长大了就变成F4, 从小喜欢曾志伟的,长大了以后就变成了我。 此言一出,台下一众大咖拍手就好。 本来呢,我真的不能够在荧幕上唱歌,只能当个主持就算了。 原来在屏幕里面,一张丑脸在唱歌是很难过的,刚刚你启发了我。 是吗?对对对,其实也是,我们是互相鼓励,我小的时候也没想干这行,后来一想,曾志伟都可以拿影帝,我凭什么不行? 所以终于你拿了这? 对,所以说偶像对于我们的影响是很巨大的,从小喜欢郑少秋的,长大了以后变成了F4。 对,从小喜欢曾志伟的,长大了以后就变成了我。 黄博的反怼,既化解了曾志伟的调侃,也不认识自己,落雨下风马,从话语中又夸赞了场下的郑少秋和其他的明星,足见黄博的高情商。 短语的两个人似乎在开玩笑,其实是在互怼,既活跃了晚会的气氛,也让在场各位佩服黄博那骂人不带脏子的功底。 黄博自出道以来,在众多公开场合的表现都是幽默大方。 我们多才多艺的黄博老师在很多综艺节目当中穿过女装呢,并且很多人都说感觉从他的身上看出了青岛贵妇的感觉。 我们的教导处主任黄博在节目中黄博留起了长发披肩,手里拿着一本书严肃的表情,看起来特别像一位教导处主任。 和小猪罗志祥站在一起呢,更显得黄博的模样十分搞笑。 当黄博换上校服装,绑上两个小辫子,戴上少女心泛滥的粉色小夹子,怎么看也不像个学生呢。 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说黄博老师,您是学校教导处派来的特务吗?这样女装大佬真正是享受不起啊。 最近在抖衣上看见一位阿姨,长得跟黄博有99%相似,当时以为是黄博男扮女装,很多人以为是黄博拍摄电影,所以才装扮成这样的。 而本尊回应,才知道不是黄博本人,网友是一脸懵逼啊,这个视频播放量瞬间到达了200多万,由此可见黄博的魅力是很大的。 你喜欢这样的黄博吗?欢迎留言告诉小编哦。 我们最后一位老人的照片。 现在我们这个游戏的名字呢叫做《模仿店长》,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他这个表现。 店长,这是多大的时候? 这是二十多吧? 二十多的时候这个下巴呢? 这个真的是? 买家秀,买家秀。 哦。